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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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啊 都忙着割刀 是好事 哇 期待丰收 不過呢 阿華好像有心事 因為這兩天他工作都心不在焉的啊 你看 現在一個人在樹下 來 我們來去瞧瞧好了 你們看 又在耍姑屁的 阿華 你要衝啊啦 你是有心事是不是啦 沒有啊 健哥你拿鏡頭要幹嘛 我拍你啊 看你發生什麼事了啊 心事重重的 我哪有心事重重的 怎樣了啦 講啦 最近天氣變冷了 我們可以喝完熱騰騰的雞湯嗎 沒有問題啊 你要拍農村料理 哪有什麼問題 就來拍啊 怎樣了啦 那我可以指定料理嗎 指定你要喝什麼都可以 健哥 你說過 當年你很貼心的幫你老婆煮老菜脯雞湯 給他喝彩 追到他的 是真的嗎 真的啊 你想知道 好 我把鏡頭架起來 我慢慢跟你講好不好 鏡頭架好了 阿華 聊個天 跟你講一下 當年齁 為什麼會煮老菜脯雞湯給我老婆喝 為什麼 其實齁 從以前到現在啊 很多人都以我的長相開玩笑 就覺得你很醜啊 等等之類的啊 甚至前幾天 還有人在網路上這麼留言 美女辣妹 竟然會嫁給鄉下的農夫 而且還是個長得有點抱歉 粗粗黑黑的男生 對 我長得醜 你也知道嗎 我根本不帥嘛 對不對 但你要記得一件事情 就是人不帥 又要加強另外一個優點 所以我之後 就努力的學習如何體貼 之後 就體貼自己心儀的女生 這樣就可以創造機會了啊 那如果很貼心的幫她做了很多事情 還沒被接受呢 那個就叫做工具人 但好慘喔 有什麼好慘的啦 有事啊 你可以想一下嘛 你心儀的女生 可以吃著你親手煮的老菜脯雞湯 看她滿足的臉 其實我也覺得值得了 自己也會覺得 嗯 幸福 都追到了 也結婚了 小孩子也生了 你說這個再說心酸的喔 好了啦 要不然 我今天 教你煮一碗 可以讓女生心動的 老菜脯雞湯好不好 好啊 首先要有雞 所以我們來抓我老爸的雞 怎麼不是鵝 沒有啦 我老爸說鵝太貴了啦 他不肯啦 所以特地為了我們另外再養雞 走啦抓雞了抓雞了 走走走 阿娃 首先還是跟我爸借他的雞 接著將蒜頭去皮 老薑切片 香菇泡水後備取 再將已經切塊的高家郎菜脯 以清水稍微清洗 不用浸泡 避免營養流失 接著呢 將以上的材料 全部放進冷水鍋中 蓋上鍋蓋 用小火燉煮 水滾後再燉煮40分鐘 讓高家老菜脯的精華 煮出古過方的湯色 經過長時間的燉煮 哇 真正高家老菜脯不會退色 是辨別老菜脯真假的最好方式 接下來呢 放入已經汆燙去過血水的雞肉 再蓋上鍋蓋 繼續燜煮20分鐘 趕快準備好我們的碗筷 高家老菜脯雞湯的鮮甜甘醇 在這寒冷的天氣下來一碗 幸福啊 哇 這湯頭裡面 融入了老菜脯所有的精華啊 阿好跟你講 哇 這高家老菜脯啊 是一個對身體非常養生喔 而且非常好的溫補食材喔 冬天最適合 不過啊 老菜脯現在很少人在做了 哇 老菜脯最少要20年喔 才能稱之為真正的老菜脯 哇 而且你知道嗎 有人稱之為它 黑金 哇 黑色的黃金 有人稱之為它為什麼知道嗎 台灣黑人生 還有被比喻捨你知道嗎 台灣的 黑松露 哇 所以我跟你講喔 這一碗有沒有 絕對可以讓女生動心 呵呵 今天的料理叫做什麼 一碗 讓女生 心動的老菜脯雞湯 成功 好啦欸 你煮的不錯唄 那我找幾個女生試喝看看好不好 誰啊 哪個女生啊 年輕嗎 我嗎 阿姨 這碗老菜脯雞湯你試喝看看 不要你喝 我也會感覺 哇 啊啦 喔 讓你們 讓你們 這裡哪一間餐廳煮的 什麼餐廳啊 阿華煮的好不好 阿虎喔 可以帶我來耶 媽 你那麼多的不知道要帶哪裡來耶 欸 老婆 你喝喝看看 阿華特地跟我學的 高家老菜脯雞湯喝看看 跟你學的喔 對 我來喝看看啊 怎麼樣 喔 這讓我想起五年前的雞湯耶 怎麼樣 比五年前的還好喔 嗚呼 所以阿華有學到精髓囉 有有有 欸 可是啊 可是什麼 那結婚五年 就再也沒喝 欸好 換下一個人試喝了 好咖 好咖 哇 終於換到重點的物 小編來試喝高家老菜脯雞湯 小編喝看看 阿華煮的喔 感覺怎麼樣說出來 大聲地說出來 好喝 好喝對不對 哇 欸 喝完之後還有沒有另外一種 心動的感覺啊 心動 人若不心動 阿不就出問題了 不是啦 我不是這個意思啦 啊 脆小編 這晚雞湯好喝囉 對啊 華哥 謝謝你幫我煮的雞湯喔 欸 阿華 你幹嘛 你要去哪裡 我 尷尬了 尷尬了 小編你怎麼了 我 我 我去看阿華到底跑去哪裡 不要哭不要哭 阿華 你煮了雞湯到底要給誰喝的啊 沒有要給誰啊 不是給小編那到底要給誰啊 沒有給誰你跟我走就對了嘛 而且你的笑容好詭異喔 哪裡有啦 欸 這碗雞湯給你 謝謝 這麼好幫我準備雞湯 沒有啊 就是最近天氣漸漸轉娘 想說煮碗雞湯讓你暖暖身體 這麼貼心 也沒有啊 而且你知道嗎 剛我跟劍劍哥在學習煮雞湯的時候 你知道我腦海出現了什麼嗎 哦 出現了什麼 出現你 我 你 我 也沒有 說 你 平衡中央一趟的地方 最多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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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阿華 都透透聯絡了 我哪有透透聯絡 不過啦 健哥跟你說啦 欸!講話的方式不要那麼油腔滑掉要真材實料知道嗎? 健哥那是學你的 欸!我哪裡有啦! 對!健哥!不知道在我讓女生心動的老菜脯雞湯 這樣會不會成功欸? 呵呵!我也不知道欸! 欸!各位廣大的網友 麻煩你們幫阿華集氣一下啊 或者啊!可以在留言處啊!標註現在正在追你的人 或者欣賞你的人 或者你心意的人 是否也有在這寒冷的冬天煮一個高漿啊 我菜脯雞湯給你們吃啊! 順便!哇!幫阿華幸福吉氣! 看他能不能追到這一次欣賞的人喔! 喔!拜託你們! 哈哈哈哈哈哈